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议员 他会跟你讲 我们私底下都有在谈 你私底下谈在干嘛 你现在是政府而已 大马社会近期频频爆出 种族与宗教的课题 像是电影《飞行奶油》 韩国女团《莱马开唱》 妇女节游行被标签是LGBT 青体部的拜访计划 以及泰国猛男秀为餐厅开幕 以上事件都出现了两极化的声音 不过对于这个现象 时事评论员王维新就建议 政府和民间组织应该站出来表态 我想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从政党到民间要怎么做 比如说第一 当朝的这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你看到 它跟2018的政府是有些不同 它是比较有去回应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比如说每一次 最近的这一些宗教等等 课题发生的时候 当朝政府的里边的执政党的穆斯林议员 他们其实需要有更多的这一个动作 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议员 他会跟你说我们私底下都有在谈的 你私底下谈来干嘛 你现在是政府来的 你要把东西做出来给我们看 你要在这一个电视台 交代你们对这个东西 比如说今天这一个执政党里边的穆斯林议员 你怎么看待最近的这一系列的 这个课题 这个发言其实是重要的 如果你每次都是保持沉默 那么只是在那边观望 那么到底你要这个东西要由谁来去回应 这是第一个我想要对当朝政府的议员 特别是穆斯林议员要有所要求的 谁要要求他们呢 第一个就是当朝政府的非穆斯林议员 你在政府里面做非穆斯林议员 你标榜你是多元主义的政党 你有没有去告诉你的穆斯林议员的朋友 现在这些东西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有没有要具体发表 那么第二呢 这个民间的这个社会其实也很重要 如果今天民间不管是这个华人为主的组织 跟马来人为主的组织 彼此呢虽然有互动 虽然有认识 但是大家都很客气 我谈起东西来就这个你跟我大家永远做朋友 这样的一些组织啊 它就跟纯粹是华人内部的组织 或者纯粹是马来人内部的组织呢 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 大家都很好的朋友 做意识人的朋友 你的这些组织 能够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 带来哪一些重要的这个冲击 这个东西我们也要去讨论的 因为今天呢 不同族群的组织之间的合作啊 它不应该只是皮脂之间认识做朋友客客气气 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少的那个意义啊 只有在相安无事的社会里面它才有意义 只有在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社会里面啊 你好我好大家都很好的时候啊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里面还有许多课题需要去处理 就需要更多的理解认识对话 那么这种组织之间的这个扩族群呢 就不应该再那么客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ön爱试中共理想方案 LUSchuss 感谢观看